恭喜中国女排,三比零击败美国队后,已经提前一轮拿到了世锦赛六强席位,至此,女排世锦赛赴在最后一天前,世锦赛六强还剩下两大悬念,首先拿到六强席位的是塞尔维亚,这支球队在七场比赛全胜, 后就率先拿到了出现权,原因有两点,第一点是因为塞尔维亚赛一组实力超群,第二点就是其他球队不给力,比如说另外一支传统强队巴西女排,不仅直接输给塞尔维亚,而且还输给了德国,第二支拿到六强席位的是意大利,意大利是北侧世锦赛最大的亮点队伍,小组赛五战全胜,包括击败了中国, 负败有事目前三战全胜,包括击败,那俄罗斯,意大利是首支八连手的队伍,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小组能够全胜出现,意大利的实力让人信服, 中国队虽然小组赛输给了意大利,但那只能证明意大利更未尝试,不能说中国女排表现不好,因为其他的比赛中国女排没有一场掉例子,最终在与美国女排的出现之战小到了最后,提前拿走了一张出现席位, 与此同时,美国女排有可能会出局,事实上目前来看,六成只剩下两个悬念,那就是一组日本与巴西的对决,以及F组最后的博弈, 所谓的博弈,说的是俄罗斯与美国,究竟谁能够笑导最后,前者对决中国,后者对决意大利,每一局的比赛都影响两队的最终出现形式。